不要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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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白帽 身穿白衣 至少11個觀光產業 儘管下著小雨12號 還是走上街頭陳情 路客不來 各個觀光產業都沒錢賺 金針號召萬人上街頭 就是希望觀光產業別變成觀光產業 革新隊伍2點從華山出發 一直到楷道集結 街道一片白茫茫 好像下起九月雪 聲韻史上觀光業首次走上街頭 好像真的有點生疏 隊伍卡住有人插隊 旁邊督導警察忙著疏導管制 連之前最先倒閉的創世紀旅行社 導遊員工也走上街頭 團少了老闆的資金桌轉了 成問題才會無預警的倒閉 一半以上都在家裡待命 主播單位統計 大約有一萬多人 從全台各地搭遊覽車前來響應 你把小孩貸款四百萬 總共六百萬買一台車來走 一個月走一隻六天 可以故意的家庭 可以買六月的貸款 但是因為這輩子 這輩子走一後 路口就沒去拍 因為那些口罩都沒問題 玩樂 玩樂 不必不來可做 不時乎口號集氣 傳唱遊行主題曲 甚至一名旅行業者 激動到哭到跪倒在地 每天都要吃很多的料 我們有沒有看到 我們前面有一部車 它上面有一個非常重非常重的 旅行團緊縮超過一半 旅行是後頭的遊覽車導遊購物店 旅館跟著沒錢賺 萬人鎧到集結 就是要讓蔡政府聽見 沒有客人 沒有協助轉型措施 他們快要活不下去 優越TV謝維新葉 我是SB小組 台北報導